好 字型解決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看簡報有沒有需要用到一些所謂的插圖 或者動畫 有對不對 那 它裡面雖然範本就有提供你一些 也是比較完整的 但是如果你還有需要 可不可以自己加 當然可以啊 因為 不見得這個你會喜歡嘛 那所以呢你可以從這邊來看一下 我們右手邊這裡 右手邊 有沒有這一條工具列 就是它的這個 主要的一些工具 你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到 包括加上其他的文字 其他的圖片 其他的形狀 這些都沒問題 插入影片 插入聲音 還有這些人物的 有沒有 政治flash的動畫 這邊都有 那我們先來看 這一個 第一個比較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啊 就是一般的向量符號嘛 好 向量的一些符號 那麼 你找 找這邊 只要點它一下就好了 比如說我需要一個箭頭 點它一下 你就看一下你的箭頭要從哪裡到哪裡 有沒有這樣就出來了 因為它是向量物件 所以不會因為 你放大縮小的四針 那麼今天如果你真的不需要的時候 你就垃圾桶 點一下就好了 嘿 這樣就可以 所以這個沒有太大問題 那我們來看的是這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它也提供很多的 所謂的圖庫的部分 而且呢 它還給你什麼 幫你做好分門別類 有沒有 很多 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挑一下 當然這裡面還是有付費的 比如說你看下面有Pro 那就是付費的 你就不用點了 就不用點了 所以 不是只有第一頁才有 你點到後面去 後面還有一些免費的 有沒有後面還有一些免費的 它就是比較偏下的 比較偏下 或比較 後面的頁面 才有那個 就全部都是付費的 所以你可以稍微找看看 那這些 都有個好處 就是他們都是向量的 你點一下它就出來了 出來了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 你要擺在哪裡 自由決定 有沒有發現放大縮小不時針 跟微軟的有一個東西很像啊 美工圖庫啊 美工圖庫裡面 有沒有很多也是屬於向量的 他有點震的沒有錯 但是大多數是以向量為主 所以放大縮小不時針 那你就可以 在需要的時候把它拿出來 有沒有都是去備好的 這樣是不是在使用就比較方便 這是 第二個 增加圖片的 那麼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是在下面 有所謂的什麼 這個 滑過來 這應該叫做角色 你把它點一下 我們剛剛那些圖片都是屬於靜態的 它有兩種動態的 一種是像GIF一樣 另外一種是下面這個flash 好你看角色 我如果喜歡這個女生的 我就把它點一下 它裡面就有不同的角色的 有沒有看到不同角色的 就同一個角色 它有不同的動作 那比如說你要這個 這個 對不對 點一下 看八爹 有嗎 那不是這樣 加油喔 對啊 這就是一個動畫 這個部分在我們PowerPoint 就比較沒有 沒錯吧 就比較沒有 所以你就看 當然不用說每個都要會動 每個都要會動 眼睛都會亂掉 對不對 所以事實的加上 有那個畫龍點睛效果 加太多 覺得有點討人厭的 OK來換到別的地方來吧 你看這邊 我就換到別的頁 我們再來看 剛剛是角色對不對 這裡也有flash的 你看點到flash了 這裡呢 一樣有一些動畫 點了 有沒有就加進來了 最近這個節日快到了嗎 啊 只差一個月而已啊 不是嗎 有沒有發現 所以這個flash也有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就很方便的 就可以把我們這些 所謂的物件 有沒有 這些是不是都可以加進來了 包括圖形 圖片角色 都一樣 當然如果你想要複製 複製到別頁可不可以 當然是可以的喔 你就直接把它按右鍵 複製 你就看你要到哪一頁 把它貼上就好了 因為你已經用了 就不用再找一次了 當然它也支援所謂的什麼 就是關鍵字的搜尋 關鍵字的搜尋 這樣有沒有問題 給你自己找看看喔 來 有沒有一種感覺 好像快下課的感覺 因為應該夠簡單吧 有沒有比你學powerpoint 還簡單一點 範本選好 就準備走了呢